到墨西哥了 看着一片苍凉的感觉 几千人的大船 依次排着队往外走 在这个码头 游客们将会被大巴送到一个叫 Encernada的城市 我先生事先也定了这个城市的一个导游项目 我们找了好半天 才找到了那个要带我们到城市观光的导游 就像这个城市的落后面貌一样 接待我们的导游一点也不专业 导游先把我们拉到了一个酒庄 在这里我们将会品尝和购买 这家公司酿造的不同品种 不同口味的各类葡萄酒 我们依次品尝了三种 不同口味的葡萄酒 还有用鲜炸支部油 混合在一起的面包 在这里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产品 这座小城紧靠着码头 应该有着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这个小城还住着一位退休的前墨西哥总统 即使有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看起来仍然很落后 墨西哥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所以西班牙政府并没有很好的建设它 只是拿走了大量的宝藏 现如今墨西哥虽然有了自己的民主资质 但这些政客们仍然受制于犯罪集团 尤其是那些大独销 可以买通一切 把想要真正变革的总统赶下台 接着导游带我们来到了这里的一个海鲜大排档 穿越这些杂乱的巷子 我们就可以闻到浓浓的腥味 看外表都感觉到不卫生 也不知道能吃到怎样的美味 这也是今天要享受的一栋午餐 墨西哥餐的特色就是先用玉米薯片 蘸着辣酱做餐前点心 主食就是卷着海鲜的taco 接下来导游要带我们到一个博物馆参观 这是一个有着近一百年历史的建筑 它于1930年建成 当时也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大赌场 有着宽敞的大厅 优雅的舞池 还有几个餐厅和酒吧 墙壁上都绘制着精美的画作 这座漂亮的读物馆 赌场刚开始的很多年用作得非常好 后来墨西哥政府出台了一项禁止赌博的法律 赌场就被军队接管安置那些士兵 期间很多内部设施都遭到了损坏 阿战结束以后 有一位叫玛格丽塔的女士买下了这栋房产 可是她的用作没有获取大量的盈利来修复这座建筑 更没有钱交税 因此政府接管了这座建筑 玛格丽塔非常的伤心 酒吧的酒保就给她制作了一个特殊的鸡尾酒 并以她的名字命名 这就是我们现在喝的 家喻户晓的玛格丽塔鸡尾酒 现在那座建筑被政府用作了博物馆 只保留了几个小酒吧 她依然在用作 最后导游又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糖果店 让大家都买了一些墨西哥的糖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